美国军方打造的巨型星座很容易让人想到太空框人马斯克的星链项目 虽然马斯克声称组建天机互联网是出于商业目的 但现在它的军事应用意图已经十分明显 当地时间10月6号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在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 又一次发射了60颗星链宽带互联网卫星 这是迄今为止的第12次星链发射任务 星链卫星的总数目前已达到了700多颗 2015年1月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提出星链计划 引于2019年至2024年间发射约12000颗卫星到近地轨道 构建一个巨型三层卫星网络 距离地面340公里为第一层 计划部署7500颗 距离地面550公里为第二层 计划部署1584颗 距离地面1150公里的轨道为第三层 计划部署2825颗 最终使所有卫星连成一个巨大的星座 提供覆盖全球的全天候高速率低成本卫星互联网服务 有关文件显示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还计划再增加3万颗卫星 使星链卫星总量达到约4.2万颗 尽管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表示 这些卫星将用于组建天机互联网 但考虑到星链计划背后深厚的美国军方背景 令外界增添了星链计划应用于军事领域的担忧 某专业研究团队用计算机模拟的演习中 星链星座对多达350枚洲际弹道导弹弹头 进行了载轨拦截 声称全部成功 对于美枚弹头 星链系统都有5至7次的拦截机会 这将极大抵消敌方高超音速导弹 及弹道导弹的突防能力